有没有看过电影《钢铁人》呢 主角东尼的家里头 有一个万能的人工智慧管家 他叫做贾维斯 而现在已经在真实生活当中出现了 那么他与研发的 正是脸书创办人马克·祖克博 那么因为这个灵感是来自于钢铁人 所以这套系统就称之为贾维斯 这位智慧型管家 不但能够帮你想好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吃什么样的早餐 还能够帮你掌握安排主人所有的行程 祖克博认为 人工智慧的发展将会在十年之内 超越人们的期待 Facebook也因此非常着重于AI的发展 最新的研究就指出 2017年的人工智慧技术应用发展 将还是两大主轴 其中包括了语音辨识 还有影像的辨识 其中语音辨识这个部分的商机 预估在2021年将会到达将近160亿美金 年复合成长率高达43.64% 成长幅度可以说是相当之惊人的 目前台湾各大厂当然也在积极布局 抢工AI市场 呼叫一声人工智慧系统使命必达 随时提供任何资讯 电影钢铁人里的酷炫新科技 脸书创办人马克祖克博 在家里自己打造一套 祖克博一天的行程 虚拟管家Jarvis了若执掌 今天想穿什么衣服早就替你准备搞 吃早餐也不用自己动手做 烤土司机里早已经有现成的 而有访客登门拜访的时候 智慧管家全方位参与祖克博的家庭生活 还能转换语言照顾祖克博的宝贝女儿 智慧管家概念虽然来自钢铁人 但这个声音仔细听 不是钢铁人本孙小劳不道尼 而是找来这位巨星现身配音 你会失去 你会死 如果你的弟弟是在宝贝 你会敌他 然后你会敌一国 然后你会敌人 祖克博管家拥有摩根菲利曼的执行掌印 而如果不想跟管家对话 也能够在手机上传讯息遥控 谁我们应该接触到接触到 我认为我们应该接触到Max 我还在试试与其他声音 停了 她在脱离 祖克博热爱尝试创新 之前他曾经挑战学中文 或是一个月内要至少读两本书 都如其达标 未来祖克博还希望 让虚拟管家变得更聪明 根据他的喜好跟行为模式 给出更精准的回应跟服务 善用人工智慧创造便利生活 Hikari 只要听到自己的名字 这胖胖圆圆的机器人 自动抬头 睁大眼睛 还会眨眨眼 就像是真人的反应一样 他是Kurri 是由美国Mayfield公司 研发的生活机器人 Kurri不光是外形可爱会动而已 还会和人互动 Hey Kurri Do you want to play? Come on 听到问句就会点点头 一举一动都和我们的表情相似 未来像这样拥有人工智慧的生活机器人 可能每家每户都有一个 这是Kurri 他是一个设计的 很智慧的机器人 非常宝贝 你好Kurri 你可以跟他一起玩 寝宝室 人工智慧机器人 就是今年CES展上的焦点之一 因为他们不像过去是冷冰冰硬邦邦的机器 而是真正能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会提醒你 何时该大扫除 何时该去搅咖啡 韩国大厂LG也推出像这样的生活管家 人工智慧的运用越来越广泛 英国新创公司更推出一款 号称能够跟着主人的情绪 一起进化的机器人 能够讲话还有转来转去 就像是伸懒腰一样的动作 能够表达情绪 就是这款机器人OLI的最大特色 在这些机器人的研发上 除了人工智慧外 还有像是声控指令 也比以往更进步 而人工智慧强大到什么地步 Google研发的AlphaGo 甚至以代号Master 击败世界顶尖骑士 直到最后一刻才承认 原来Master就是AlphaGo 不一定是零速 失误很极爽 它比较今天跟我开始下车 就有失误 那局面是它是不利的 所以它是有失误 AlphaGo厉害就在于 它能够在棋赛的过程中 快速学习 把失误降到最低 人工智慧大要进 恐怕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 好 我们刚刚提到的机器人 Robo Home 他曾经在这局里头 大跳练舞而爆红 不过在真实世界当中 印象里头 机器人跳舞总是呆呆的 台湾倒是有一位编舞家 他叫做黄毅 靠着自己所设计 还有编写出来的程式 跟机器人共舞 让大型看起来笨重的 机器人库卡 有着充满生命力 并且细腻的舞蹈动作 黄毅的舞蹈天分 也深受到美国表演艺术年会的肯定 称赞他是台湾第一人 目前台湾其实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开始聘雇机器人 比如说台中有一家无人化的智慧旅馆 就利用机器手臂 协助旅客去寄放行李 从check-in一路到进房 完全不需要柜台人员的协助 让旅客也觉得很新奇 另外有银行 大家也都知道 用机器人来充当迎宾服务员 噱头十足 而客人们的满意度又是如何呢 走进旅馆大厅 看不到任何店员 想要住房 完全靠机器 请师傅 确实用号码 手指按一按就完成check-in 这还不是最酷的 check-in之后 我们就直接来到 机械手背的操作区 然后把行李交给机械手背 这样就好了 机器手背接收到指令 开始移动到行李箱的位置 然后把行李箱连同大型抽屉 整个举起来 慢慢完成收纳动作 这下子客人完成check-in 笨重的行李也完成交付旅馆保管 可以轻松逛街去咯 很先进啊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用这个东西 业者看好机器人的实用度 已经成熟 打造全台湾第一家的无电源旅馆 就连国外观光客也慕名而来 那这台机器是我们跟瑞士的 APP大厂去做合作的 对 那它整个包含软液体 还有系统的部分 大概只耗资近千万 启用机器人当作旅馆的服务元素 缺头100分 对于业者来说 更大的竞争优势 是能够节省人力成本 当然我们把一些比较基本 不管是check-in 还是寄存这件事情 都交给机器来做 所以说我们有在房价上 有把我们的房价给降低 根据IFR 全球机器人联盟统计 2010年连续四年 全球机器人需求每年增加20% 2014年需求最大的前五国 分别是中国大陆 日本 美国 韩国还有德国 台湾则是排名世界第六 台湾在运用机器人服务的脚步 算是跟上世界潮流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一支Paper 看到记者前来采访 工作人员马上请Paper 更换公司门口的电子看板 欢迎标语 因为Paper已经是科技公司 内部物联网的一部分 开关灯对它来说只是弹指之间 还可以远端遥控电脑 更可以自己操作荧幕画面做简报 工程师解释这样一支Paper 硬体加软体花费大概台币30万 已经可以从事各种迎宾工作 即使照顾它很费力 但还是合乎成本 更重要的是让科技公司的形象 具有未来感 同样抱持这样子的信念 使用机器人的 还有台湾的老牌银行 我要存款 民众开口要号码牌 机器人马上给一张 这一支红白配色的机器人 身高只有58公分 简直就像是个大玩具 它由法国公司制造 目前建筑台湾两家银行 成为老牌银行现代化的象征 我们只要整理够多的一些 后面的数据跟资料 然后经过一些统计分析 然后它可以做一些理财的推荐 或者是一些放款的分析 目前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当然一开始就是跟它用一个语言的沟通 那这个有一个自然语言辨识的功能 那它就可以听得出来说 我是要办存款的业务 那未来还可以整合比如说影像的辨识 或者是VIP客户的一个辨识 不只是要迎宾 未来还希望机器人担付更多业务 银行解释机器人完全有软体控制 不带任何情感 所以非常适合随时要处理 大笔资金的银行业 台湾也有业者看重商机 积极投入研发生产 图上国外大厂专美于以前 台湾的厂商也积极在开发服务型的机器人 像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台 百分之百由台湾的厂商制造 即将在国内的银行界服务 我要开户 请问您是否已年满20岁 是的 开户需请您本人携带身份证 证本及健保卡或驾照办理 我可以帮您先扫描身份证 并帮您照相 针对银行客户的需求 业者客制化打造机器人的服务机制 平常没事的时候 还会秀出大眼睛渣渣渣 更惊人的是 因为机器人连结公司的内部网络 所以只要点一下荧幕上的地图 机器人就会为客人来带路 不好意思 借过 不小心撞到其他员工 机器人也非常有礼貌 马上说对不起要借过 安全性和可爱度兼具 也让这只机器人订单长红 不只是国内的银行业零售业要买 更新以美国的零售业和服饰业 跨海下单 其实我们团队内部 天天大家都在想 如何让机器人在使用某个情境 其实它可能可以出现在卖场 它可能出现在医院 可能出现在学校 可能机场 甚至是博物馆 图书馆等 这些都是我们不断去设想的情境 不只是服务型机器人 这家公司也开发 这样子的小型机器人 目标是教育用途 如果说要让它走路的话 就可能必须要让它知道说 哪一只脚先 哪一只脚后 然后前进的时候必须要知道说 怎样才不会跌倒 然后重心在哪里 小孩也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学习 如何编辑程式 学习编辑程式的模型 各国机器人互相征验 比造型更要比功能 业者预估到了2020年 全球机器人产值上看600亿欧元 折合台币超过2兆 想抢这块大饼 就看各家业者各显神通